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维基协会的骨干 我们来看看这番棋 挂奖 这很正常 这个棋呢 是我们现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要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走到这里来了 我们先看看实战 我们爱好者先看看这个实战 实战是这样下的 跳下尖冲 为什么我要把这做一个重点呢 因为呢 这他们来记这个棋谱的时候呢 也没有在这有过多的询问 只是觉得这个棋要很正常 但是呢 我一定要给大家摆一摆这个 讨论一下这个棋 这个下方呢 有几个问题 要拿几个问题呢 第一呢 是白棋有问题 第二呢 就是黑棋在下这个跳和尖冲的时候 如果它的目的不强的话呢 反而也有也出现问题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棋啊 跳这一步棋跟这交换是损糟 然后尖冲呢 也很损 所以说呢 如果一般走成这样的话呢 那么说你怎么样让这个外市得到一个全局整体的发挥 这是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呢 取决于每位棋手不同的水平 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运作 最后得到不同的结果 所以像这个普遍来说的话呢 这样这样的棋呢 掌握起来不是很好掌握 但这样一个局面来说的话呢 这是黑棋便宜了 可能大家很吃惊 这棋黑棋又怎么便宜了呢 其实跟我等会来跟大家来剖析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因为这个棋啊 也是爱好者长行 经常下的变化之一 但是呢 细节呢 并不见得那么熟悉 就是走成这样之后呢 把黑棋为什么不插呢 是因为它可以有一个110可以拨 你如果你现在 你如果未来要挖断的话呢 那只会先让我走后 当你在冲的时候呢 我在点33 这个棋啊 你是不能进持它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当如果未来我要补这个断点的时候呢 我也是点33 把这个挖断呢 把这个挖断的架子变小 那么说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长行 如果黑棋这样尖 我又说它很冒险 那又说黑棋好 这怎么矛盾呢 所以像这样的棋呢 这棋一般情况是要往这先尖一步棋 先到这里来 如果它挡住 那咱们就不用说了 这个棋呢 这是比较饱满 这个下法是比较饱满的一种下法 如果它要是立下去 那么说呢 这时候你再往这里走 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就是一个新的变化 跳 你这时候你就不能往这下了 为什么不能往这下了 咱们一吼就把你吼死了 这个棋吼死了之后 这个点三三就没了 所以说呢 当你要补齐的时候呢 你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靠 在点的下方 这就是一个长行啊 这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这个我跟你们讲的这个是在书上是没有的 定式书上那更怕没有 因为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说它点到这里来 一靠一点 如果你挡 然后它挤 把你挤死了 如果你粘住的话呢 它一抢 你再一粘 它再一拐 你再冲断 人家就飞 就很轻 这里要活了 如果你往这里打吃的话呢 它一拐吃 你可以搬 但是呢 你未来你这些要补齐 你补齐的话呢 这一挂脚 这黑漆可以攻击你 如果你贴 这以后这个逼住 这会形成一个双方的比较难挤的一种下方 就有这个点 那么说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骑啊 走成这样还是比较复杂的一种下方 这有的时候呢 可以摆起来 可以在这里 你争议一下 这都有 这有冲断 因为今天呢 咱们是介绍 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两位 两位同学的一个整体对局 我们就不在这里做一个专题研究了 那么说呢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像这样的骑呢 像柔性的下方 像打开局面下方 还可以单走这个 如果你压 咱们就直接拆 等你尖的时候呢 我再走别的 我再挖 都可以 如果你逼住 我再跳 你一小飞 我再飞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变化 好 实际上呢 是这样进行的 我挖一个 拿刺 冲 点 这时候点一个肯定是小了 肯定是有棋 但是点一个现在是 确实是 确实小了 这时候呢 应该是考虑 考虑三连星 并不是我们喜欢下三连星 而是这个局面呢 像这么厚的棋呢 下三连星是最适合的 现在点三三呢 应该是 看 这是 看大事小的一部棋 挡这个 这是没必要 直接挡这 这如果他在这里呢 可能呢 最多是一个打结双活 打结活 那就不理他了 直接在分头 这个棋呢 得小力而是大局 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说呢 两位同学呢 在这个手段上面的注重呢 有的时候呢 超过了全局 现在实际上是这样下 然后呢 立下去 可以尖 这部棋也是一个专业的手法 保住 然后分头到这里来 分头到这里来呢 这个棋就把局面就是很简单的打散掉了 但是呢 唯一有点遗憾就是 这个棋的本来呀 是这个有联络 这个有个断点 这个有变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啊 千万不要觉得我 我小气大作 这棋未来啊 黑棋逼入是先手 如果你不走这一冲 你这断 断掉 你要受工 而冲这里 你当然可以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棋呢 白棋不应该直接定型 保留一下就是最好 靠 走到这里来呢 这个棋都是很小的下巴了 白棋应该是往这里拆 当你在冲的时候呢 就说是火起 然后再往这里拆 你冲我再做火 这就灵活了 实在呢 还是舍不得这这这这这 这一些木树 黑棋这一飞 这位同学是 苏 苏锦浩同学 这个飞是很有味道的一部棋 也是很潇洒的一部棋 也是更有大局观的一部棋 这一走就连起来很完整 再第二呢 不是这样想这样想把你靠出来 很有味道的一部棋 可以说我们作为爱好者来说 其实呢 有很多方面呢 其实根本在围棋的能力和才能上面呢 一点都不逊色于职业选手 只是说是呢 职业选手呢 是可能对这个围棋更有热爱性 投入性你知道吧 但是呢我们的爱好者呢 并不是代表 他的思维方式 他的构思 就比咱们职业选手逊色 因为他的训练方式 和他的那种 两者 两者对围棋的那种态度不一样 一种是爱好 一种是为了这个棋子拼命 要下不好 没饭吃 成为职业的 这个有区别 那么走到这儿来 黑棋开始 逼住 拆 像这样的棋啊 咱们 我们来下的第一杆呢 就是 哎呀 我怎么样去 让黑棋的这个外式 呃 限制它 我的第一杆是这样 所以说呢 像我拿 拿黑棋的话呢 我这棋 尖都不用尖 因为这个棋太广了 所以直接 直接点压 这部棋爱好者应该可以学习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尖的时候 怕对方直接跳起来 所以现在呢 这叫凌空抽射 一般情况下呢 它要挖 它拐的时候呢 你就单沾一个 这样对它也是一个威逼 如果它挖的话呢 你再打吃 然后再退 这无所谓这个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棋就很广 白棋的木树其实是很有限的 这样的话 肯定是 黑棋优势一目了难 实际上呢 见到这里来 严格来说的话呢 是走不到 白棋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 马上应该跳一个 你走一个 然后再跳一个 就现在它发展就完了 实际上呢 往这里大飞挂 这是一个长 长形下方 但很遗憾 这棋 黑棋啊 黑棋一下就 清醒过来 点 再压 黑棋这个棋呢 比白棋 比白棋这位同学呢 下的药 更敏锐一些 退 打吃 拼住 飞到这一步棋 本来这个棋 常见是往这尖 它往这里飞 其实呢 有些细节可以 可以通过 可能我没有见过 这这这这位学生 但是我通过棋谱来看的话呢 可以说是 这位学生呢 应该是有 有相当的基础 然后呢 然后呢 也是可以说是经过了一定的训练 不然的话它不会往这飞 看似这个棋 坚的 坚也可以 飞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飞更细腻一点 对木处更好一点 那么说白棋现在 胶顶就实际上就是在这 在这广阔的海洋里面 怎么样最大限度的破坏 破坏它的空 先点了一个 四个硬手 黑棋 刮脚 二锦技嘉 拖 如果想温柔一点 就直接连搬一个 可能要好一点 这棋 如果直接连搬一个 如果觉得这个棋啊 要是它 它这个棋要很大的话呢 那么说咱们可能的 手段要特殊一些 其实我们一起 我们以前呢 认识到这个棋的 概念的时候 都是觉得是 这就挂脚嘛 其实呢 我们现在如果 换一种方式来说的话呢 实际上现在这个棋 我走进去是干嘛呢 实际上是破坏它的空 破坏它的高效率唯控 那么说在这个 这个基础上面呢 我下的棋呢 是怎么样最大限度的 破坏它的实控的发展 这是我的一个目的 那么说呢 实际上我这个棋呢 虽然名义上是要挂脚 实际上也叫打入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考虑跳 跳这里来 你如果尖的话呢 我可以考虑搬 搬完之后 然后可以考虑再靠 这样来腾挪 这个下完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应对方式 因为白棋很简单 往这里走 我突击小分队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要破坏你 刚才啊 我因为走得很能还手 让你走得一个大模样 我只要把你这个模样 最大的 削掉 削掉之后呢 那么说我才有可能给你 真身负 所以说呢 千万不要有挂脚这个概念 把它转换一下 就是破失控 这样的话呢 你手段的运用 就会变得比较灵活 实际上呢 这个下完呢 感觉有点着急 但是呢 想法是一致 手段运用的 有点小小的物体 总是这样一讲 这感觉有点重 但其实呢 它的想法是跟我是一致的 就是在破坏的空 不住 点 但是这个下方呢 就明显比较重 一致 站住 再点 这要把人点昏 这棋 再一飞 这个棋 你看这个棋 就成了猪肉滚包型的下方 然后再一飞的话呢 这块空呢 还是依然存在 那么这个棋呢 你也 吃不住它 也没有很多先手 因为它这个棋啊 虽然是一个 梅花舞的形状 但是呢 它这个棋 梅花舞的形状 也是 可以完全可以满足 做活的条件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很困难 所以白棋在这个棋 消控的手法来说的话呢 跟我刚才说的 跟我刚才 引入的下方 有很大一个区别 但是单跳一个呢 是引而不发 就把很多手段 保留起来 这是最好 这些技巧 飞 这个时候 黑棋绝对不能松 松手了 这有点深硬 这个棋下的 点 打刺 火了 飞 飞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这个棋啊 等会我们可以简单的判断 要行事 但是呢 不管你怎么判断行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代的时空呢 我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来销了 下一手 我是建议这个棋 就直接先飞它一下 飞它一下呢 不要往这里飞 很多爱好者 我唯控了都喜欢大围 这种大围呢 也是我曾经的自爱 你知道吗 但是呢 这只是面子上好看 就觉得 你看我的大围 真的人家进来了 你又傻了 所以像这样的棋 够了 够了就要谈一个什么呢 谈一个分寸 所以不得贪胜的第一条 为期十月的第一条 不得贪胜呢 实际上呢 原来总觉得 这个金理赢了 其实后来呀 包括自己作为运动员 包括后来要当教练 教学生 后来在理解这个 不得贪胜的时候 就有更深刻的 就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分寸感 不得贪胜 实际上就是要分寸感 你的分寸感越强烈 你把握 控制局面的那种分寸 越强 你的 你的胜负能力就越强 好 这位琴呢 实际上它是往这里飞了一个 然后呢 飞到这里来之后呢 这个琪我看一看啊 白琴呢 断一手 这是一个正常的交换 然后这 掉 这个琴跟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它肯定是要往这下 然后呢 黑琴在这里想先 便宜一下 白琴也下的还是不错的 先跳一手 在活琴之前呢 先补一手 但是呢 最后这个琴呢 也有隐藏杀鸡的可能呢 挡住 先冲 这时候作为黑琴来说的话呢 下方就很多种了 就是说有的时候 围琴下到一定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 有很多条路可以直通胜利的彼岸 那么说呢 对每个人的风格 每个人的一种性格 或者当时的一种情绪来说 会怎么选择 这都是不同的 有的说我往这里走 这当然也可以 有的说往这走 有的说那我就算了 我就直接来杀他 也可以的 这琴 搬到这里 也可以来杀他 这外琴 这一吼你看 这有点 这有点 这起 所以说呢 这起下方很多种 我们不能说 哪一步棋不好 我们只看一看 这其他 只要能把胜负带住 就总是好 总是不错的 点 他一靠 退 现在我们 我们来看这个棋呢 就是我们 外行啊 是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那么说呢 我们现在 要替白棋 所看爆的 或者担心的 就是 就是你怎么样 在这个情况下面 把胜负点 抓住 如果没有胜负点 这个棋下的 实际上就没有 什么意义了 因为这个棋 基本上你很难追赶 所以一定要给自己 创造胜负 这也是很多棋手 不理解的地方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 下棋不可能 往往都是什么呢 都是顺风起 都是说我 优势 我怎么定心 那是不可能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 长期遇到这种情况 那还有另外一层次 就是 这个心事我弱 我差一点 我怎么样去追赶他 我不能就是安乐死了 所以这就是职业棋手 有时候 绞尽脑汁的 思考的一个问题 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个课题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 白棋怎么应对的 打吃 这个其实有点帮忙的味道 护住 粘住 套一个 这时候这两步没有 贴不起 这时候白棋黑棋 已经开始有点 有点用心不良了 开始这个 还点用心不良了 这时候就开始 很高兴的两步棋 也一走 不住 不管怎么说 这个棋呢 也是很难受的一种 粘住 这时候 这时候白棋也没有办法 现在啊 现在是不需要有任何理由 你只要能安全的回家 这就是你的胜利 拿出 断一个 这棋呢 更恶化了 现在呢 白棋补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 从全局来说的话呢 已经 已经可以说 白棋的失控啊 越来越 越小 这里 是没有动 这里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作为黑棋来说的话呢 它要展示自己的力量 它不依不牢 依然 还是在这里进行的 挑衅 当然这个是有道理的 白棋翻了 加一个 把刺 翻它 提掉 这个靠一点损 但在这个时候呢 就无所谓了 因为这提掉之后 这一家老小孩 走 打射 这个黑棋下的 下的是相当稳健 结也要打呢 我木屋也要围 如果这样走呢 它还担心它 跑到空里面去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局面下面呢 我不做任何评价 只是让大家 来看看 看看这个过程 看看双方的过程 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站在黑棋的角度 看黑棋 这个往后下的这个进程呢 给白棋机会没有 如果没有给白棋机会 说明他的判断能力 还有他的手段的一个综合能力 很强 再第二点 看白棋 在这样的一种恶劣条件上面 能不能给自己创造出那么百分之一的机会 那也说明 这个对手就算输了 他也很厉害 这个断一个 这是刹刀剪 这没有办法硬了 这再硬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成了一个什么 成了一个截库 所以说黑白棋呢 只能把它提掉 黑棋很简单 立一个 摆一个 打住 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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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终于意识到哪里大哪里小了 这个拐肯定是比这几个字要大 提掉 这时候正常来说的话 黑旗就直接搬这个 这应该是没有任何波澜 但是它提掉到这里来 这时候白旗抓住这个 这一个稻草 赶快打上去 打吃了 这黑旗是无忧接 站住 提掉 起回来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提到这里来 其实也是一个胜负点已经结束了 它搬一个 这本来是应该粘住 这时候也是说制造混乱而已 粘住断 再提掉 算了 黑旗粘到这里来 白旗飞一手 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概的来判断形势 现在这里的木树被破掉 但这里呢 也成了黑旗的失控 这是十木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五 十八 十八 十四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六 十八 十九 十四 十二 十二 十五 十五 一共白旗呢 白旗是三四 但是黑旗呢 有七十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旗已经不是存在一个 真实货的问题了 好 我们最后看两部棋 看这个黑棋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定型 这部棋我还是觉得很欣赏的 提到这里来 靠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一个片段 其实呢 它靠不靠也是它优势了 也是胜死 但是呢 我很 我觉得要给大家看看这个细节啊 就知道 这个苏同学呢 是下的还是很敏锐的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夹这一部棋 就说我不是非要撕掉你 但是它的手法在局部来说 都是最强硬的 粘住 长 打吃 走到这里呢 基本上呢 这盘棋就定型了 我们来稍微在这个棋板上来总结一下 这个棋呢 我们今天讲的呢 摆的这两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这两位同学呢 就是有一点就是白方呢 对时空比较看重 黑方呢 对大局这一块运作的比较成功 更多的就是从一间低加开始 跳起的时候呢 这个棋白棋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先肩住 一间低加肩冲的时候 一定要肩 肩住之后呢 它如果立下去 你再往外爬 这个挖断就很严厉 如果如落不难呢 这个棋呢就很轻 但是黑棋这一块呢 也有致命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点三三那太早了 这是你 这是你整盘棋的一 唯一的一 唯一的一点瑕疵 那么说呢 到后来的这个棋呢 双方的理解呢 就存在这样一个小差异 第一呢 黑棋呢 也是在努力的寻找机会和条件 让自己的后事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 白棋呢 当时的立场占的呢 可能就有种想法 但是没有这样实施 就是要注意到 我怎么样去限制黑棋 两边呢 这后事还有配合的一种 大的一种发展 所以当时呢 被点压的是很遗憾 觉得应该跳起来 然后黑棋往这靠的时候呢 绝对是应该往这单拆 这个棋不是棋筋 所以这两步棋呢 导致了当时呢 全局白棋的一个 全局的恶化 最后呢 就是要记住 挂脚不是单纯的 挂脚 在对方正式很大的时候挂脚 他实际上就相当于打入破空 实际上就打入破空 破的最越越多 形势拉的就越近 把这个概念 清楚了 这个棋啊 他 你下的游刃有余了 好 今天我感谢我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两位同学 给我们献上的精彩的棋谱 这两位大学生呢 在这个棋上面呢 还是说老说 还是很有可塑性的 好 今天白谱就为大家摆在这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